为了寻找黄金权杖的主人 渝福王的秘密 我来到了成都 温江 大木山 当地村民告诉我 大木山便是渝福王岭 每逢初一十五 他们都会到此 祭拜祈福 专需死后不久 渝福王朝为躲避水患 迁往三星队 为何渝福王又葬回温江了 华阳国治署之中说 秦桧文王遣张仪 司马错伐蜀 如果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世 那渝福王朝应该也不止一世 所以 这里只是其中某一位渝福王 蜀王本记中说 蚕丛 博冠 渝福 其三代各数百岁 皆神话不死 其名义破碎王去 华阳国治中还说 渝福王填于尖山 忽得先到 如果渝福王忽得先到 神话不死 那这里埋葬的又是何人 神话不死 民族往不去 书中还说 旺帝之汶川下义 约皮 化明往往复处 化明复处 莫非是说 渝福王带领民众隐居深山 而之后 旺帝杜于又招民复处 杜于为何能招渝福之名 难道 黄金权杖 渝福王虽然隐居 但权力的象征 还流传于世 团结着古属人民 而杜于 正是手握权杖 招负救命 埋藏地下的黄金权杖 几千年之后 才重现于世 温江的渝福古城之上 也变成了良田万物 而这地下 还埋藏了多少秘密 流传于世的传说 只是古属人民 对历代蜀王的崇敬和怀念 历代的蜀王们 带领人民顺流而下 择地而居 种丧养残 狩猎骨鱼 这无不是带领人民 靠着勤劳 走向美好的生活 千年之后 我们探寻古迹 瞻仙辈 因为我们知道 带领人民 前往美好的人 不应该被忘记 而我 也希望 你们在时间长河的 遥远远方 可以看到 我们正过着 你们期望的 美好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